最新的跟大家分享注定嫁穷老公 这个女人面向日子过得比较辛苦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是高颧骨 颧骨高耸比较饱满 但是呢没有肉包裹 这个比较坚耸这种人的 一般的没有肉包裹这种颧骨呢 是比较容易克服的 并且呢不但不会给丈夫任何一点帮助 而且呢对待感情也不太专一 在婚姻感情当中呢容易偏强势啊 会导致呢丈夫呢 难以在事业方面获得比较好的发展 所以在日后呢会嫁给一个比较穷的男人呢 日子也是过得非常的辛苦 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鼻梁啊 塌陷 鼻梁塌陷的女人呢 一般就容易出现这种山根堤啊 或者是这个鼻梁不起啊 鼻为夫心对女人来讲婚姻呢 这个鼻子呢是很重要的 那么如果是鼻梁塌陷呢 鼻子比较 比较小啊 孩童鼻这种感觉 那么婚姻是注定不能顺畅啊 她丈夫呢是一点能力都没有 而且呢不仅没有财富 也是一个没有能力 自身的夫孕也很差的一个人 这是这个鼻为夫心啊 鼻子呢是可以看到这个婚姻方面的运势 包括夫孕 第三个呢是这个额头有疤痕的面向 如果是女人额头上面有疤痕啊 那么这种女人呢 婚姻是难以幸福 经常会倒霉啊 整天的遇到不好的事情 一生呢都没有什么福气 财运也特别的差 特别是这个婚姻初期啊 矛盾非常的多 那么娶到他们的话会 这个丈夫呢 会这个在事业上很难获得成功啊 做事也很冲动 最好是远离这个额头有疤痕 包括这个特别是眉头上方啊 出现疤痕的女人 这个是这个对应的流年的 基本上在三十 二十七到三十岁左右 这个也是进入 跨入婚姻的关键阶段 婚姻的初期 那么这也很容易 见到一些动荡和坎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把找带